我們來試試看這個都市傳說喔 我們再練一張 再練一張 欸! 一次吃七張的練劍的小怪 真的比較容易跳技嗎? 我們來試試看 真的 我剛才吃了跳 直接跳起來 好扯喔 好 我們這邊先吃五隻喔 我也是都吃七張 真的喔 好好好 所以我們 之後我們吃七張看看 我吃七張看看 來了來了來了 先吃小鳥 然後再吃這個七張 這是什麼邪門的吃技啊 必須說官方只有說 五張會保底跳一技 但是沒有說七張吃了會怎樣 然後有 有很多觀眾都說 吃七張可能會有神奇的事情發生 我們來看一下會不會跳 技七喔 欸!真的跳了欸! What? 我再吃一次 我不信 我們每次都有跳 真的假的 這麼誇張 這假的都市傳說還是真的啦 什麼都市傳說都多一個了啦 七張 好 我們來看看 這有跳嗎 這有跳嗎 好 我們再吃一次七 七 幹什麼就是 幹什麼就是九了對不對 我們來吃一次七喔 來 最後喔 看會不會直接滿技喔 喔 看會不會直接滿技 七張 七張 滿了 滿了 欸所以 有滿大的機率是可以直接跳兩技以上的呢 欸 一次吃七張好像真的有這都市傳說欸 大家 有 有這個 你們自己 自己吃有沒有這個 感覺呢 都可以留言跟我講一下 放一張 還有 感谢观看